西洋大人 今天告诉你好天气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 今天台湾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以封面地区仍是阴沉天气 并且在沿海以及山区地形上有局部的降雨发生 过去几天基隆北海岸已经有不少的累积雨量 今天仍然要留意降雨的影响 气温方面昨晚到今天清晨是气温的最低点 台北站低温16.3度是今年秋冬新低 中北部郊区低温普遍也降到14-15度 南部花冬也只有16-17度 预估北部东北部地区受限于冷空气以及偏多的云量 回温有限 全天都在20度以下 出门不只要携带雨具更要穿着保暖 相对来说中南部以及台东地区 白天仍有阳光露脸 回温明显 日夜温差大 南来北往或者是早晚在户外活动时 要注意适时的调整穿着 明天东北气氛减弱但环境水气人多 北部宜良花莲仍有局部阴雨天气 中部地区在中午以前也有短暂正雨的机会 其他地区大致维持相似的天气形态 颖方面气温回升但幅度有限 大约只有略回升1-3度 周四白天水气稍减少 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雨机会 周五又有新一波的东北季风南下 再次为阴风面地区带来阴雨天气以及降温 不过冷空气的强度比今天稍弱一些 北部市区低温大约17-19度 周五这波东北季风南下后 影响的时间较长可能一直延续到下周末 阴风面地区有较长时间的阴雨天气 周南部则要观察下周一是否有来自南海 或华南的水气一路造成天气变化 仍然需要持续的追踪观察 以上迹象由天气风险欧中学提供 未经许可,发展前推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